第一次上课的第四段影片 用test几年次 并且转换为数字 这边就有提到 所以你如果点击这个连结 的第四段影片 而且我刚刚有看了一下 第四段影片就在这里 这边其实还蛮清楚的 所以你回去 如果细节部分再看一下 其实还蛮多东西 每个地方都是细节 而且我觉得你如果要真的把VBA 或者销售里面要熟 就是说一定还是要花一点时间 而不是说好像略懂略懂这样 所以有时候用就不知道该怎么用 你如果要真的要用在工作上面 除了知道之外还要熟练 而且他马上可以知道该怎么做 不是说卡很久然后乱踹 OK尽量知道 我觉得有些东西不用乱踹 对的动作做一次就好了 那就那个动作都固定SOP 一二三四OK了就解决了 你也不用乱踹了 就这样子 我也不会说 我今天这样做 明天我那样做 后天我又换个方式做 那到底哪个方法在对的 不用想那么多 对的方法一次就对了 OK 而且这些方法 我是觉得不是很重要 反正事情做出来比较重要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提供可以说 回去 我是建议可以花一点 如果你不懂的部分 你可以再做一点笔记 甚至像之前有同学 真的蛮认真的 把我的画面 再截图 再做笔记 OK 然后自己再 把自己应该要记得 不记得的部分 再做整理 OK 那影片都有 画面之外 还有声音 这个其实是 还蛮方便的 我是觉得比看书来的方便 因为有时候看书 你看半天 说书里面 我电脑书用看的 可以看到懂 真的很厉害 而且画面有时候 都跳来跳去 而且叙述说真的有些动作 用文字叙述真的很困难 像刚刚那些动作 我做完就OK了 可是你要写书的话 你要写多少字 才能够表达 那么多的动作 OK 而且动作 当然它有附一些画面 可是那个画面 有时候 跳来跳去 有些画面 它要 只能抓某一个画面 它不可能像影片一样 可以全部 如实的呈现 所以学习上面 我觉得 反而 最好是有声音 有动作 又有画面 看一次就懂了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倒数计时 不过这个日期 好像有点 我们2020好了 那假如说 东京奥运 这一次好像不知道 哪一天 不过你可以Google一下 东京奥运 这不是很重要 你就取一个日期就可以了 然后奥运 应该是哪一天 应该是哪一天 记得好像是7 8月1号 应该是将于7月24号 OK 如果说7月24号 我们从今天到7月24号 应该是还差几天 其实它倒数计时很简单 我就旁边这边出2020的7月24号 OK 那如果要跟今天比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把什么 把这一天 减掉了吗 这一天 打个勾 答案就出来了 还有347天 为什么 当然很简单 因为它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44036 那就是意思 反正跟1901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特别注意 在以色列里面 如果你是算天的话 非常简单 相减就好了 但有时候减完之后 它可能回来是一个日期格式 你就把它改为通用就好了 或者改为数字就好了 OK 它出现的话 就会是你要的天数 但是其实在以色列里面最麻烦的 不是算几天 而是几个月 如果有月份 有28 29 有论年 跟论月 跟不是论月 然后年的话 也有论年 跟不是论年 不是论年的话 365天 论年 论年多一天吗 是不是 366天 那你怎么知道哪一年 叫今年是不是论年 谁会记得吧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算天 可能也在算月 跟算年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要记得 以色列里面有一个 很好用的函数 它就可以帮你代劳了 算月跟算年 你就记得可以用Dedif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这个日期跟这次相差几年 几月几天 几天不用 几天我们刚会 所以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Dedif 但是Dedif很麻烦 你插入函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日期时间里面没有 OK 那特别注意 它这个Dedif 你只能用相容模式 什么叫相容模式 你要自己打 Dedif OK 而且不能打错 Date Dif OK 然后钱瓜糊 前面的日期 豆点 它有三个参数 第二个是这个 后面一点的日期 OK 豆点第三个 你要比什么 那你要跟他讲说 如果是Y的话 Y的字串 那就是比年 M就是比相差几个月 D的话就相差几天 OK 然后瓜糊一下 然后打个勾就可以了 OK 相差26年 那你想说老师那还没有别的方法 其实当然可以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老师为什么Dedif 这麻烦 那你干脆就是加到清单 像我们之前擦了 还是不是就有了吗 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Dedif的名称 是有专利问题的 因为呢 Excel 它为它相容 它前一个四算表 很久 这个已经很久 它已经要讲历史 叫什么 叫Lotus123 那Lotus123 以前四算表都用那一个 但以前后来出来的时候 它为它相容Lotus123 所以 它就是可以用相容模式加进来 OK 那变成说 专利它没有办法把它加 所以你要自己敲 OK 这只是一个历史 所以有些同学有点头的 表示你有年纪了 因为Lotus123 是大概Dos年代的东西 Dos应该知道吧 到时以前那个电脑黑白画面 都很多人可能没看过 表示你们还年轻 如果看过的话 表示应该有点历史 OK 好 那不是不重要 反正就相容模式 就对了 OK 那你要自己打 好 那打勾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算出 相差几年 但你想说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叫义尔 义尔不是也可以算年吗 义尔 义尔我可以什么 把这个2006年 对不对 减掉什么呢 减掉 再把它复制一遍 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 我们用简单 义尔刮弧 它这边B3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A3 那么就2006 减掉1980 打个勾 也是26 但你想说老师那你为什么 刚才讲义尔就好了 特别之后 其实有个文章的 如果我把什么 后面这个日期 改成8月好了 它的8月15到8月12 还没满 对不对 也就是它生日还没满 那不能算 如果算逐岁的话 算它还没有满 你就算25 25岁而已 你不论26岁 在Enter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你会发现 Datif 25 义尔 还是26 意思是说义尔 它只管年 其他的不管 但是Datif 它会去管说 你这个月跟日 有没有满 如果没有满 那就不能多一岁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差异在这里 如果你用Datif 它会去管说你的月跟日 底下我把它填满一下 如果我把它改成M M的话基本上就相差几个月的意思 这个我想在Datif 应该最有贡献应该是这个 因为算月最麻烦 你不能全部除以30 都算30 不行吧 像这个地方你就不能用曼时 曼时回来只有什么 10月8月 那前面年怎么办 所以算月最麻烦 而且1月的话有28 29 30 31 所以我觉得Datif最有贡献在这里 算日的话 其实只要改成D就可以了 YM 那你想说我们刚刚不是教过吗 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这个Datif的算日 如果你用刚刚那个方法 应该比Datif 我觉得更简单 把那个日期减那个日期打个勾 有没有 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算天数的话 其实干脆想减就好了 不一定要用Datif 那底下的话到底要什么YM YD跟MD 这做什么 其实主要是要针对这个 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算出这个人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总共他已经几岁了 而且今天却到天 几个月 又几天 就是你出生到千 你也可以输入自己的生日 你活到今天为止 总共在这个地球上面 总共几年了 几个月又几天 那怎么算 特别是我们就必须利用这个YM 跟MD 那YM是说 如果你已经算完年之后 会有剩下来月 早的 早的就是用YM 他就把剩下来月告诉你 那MD的话 你是你算完年跟算完月之后 还有早的 日剩几天 他会帮你把它带出来 所以底下这部分的话 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然后把它改一下 这个叫YM 也就是说 我算完 YM 打错了 YM 那也就是说 这个日期 到这个日期 总共是 应该 把它改回 应该是 二十 二十六年 但是剩下还有早几个月 八月十五 十月十二 剩一个月 因为 他那个十月不到 还没到十五 所以一个月 那又早几天 早几天的话 就是MD 就是算完月 一个月还剩下几天 还有剩二十七天 所以这个就可以 假设这两个日期 相减的话 总共是二十六年 又一个月 二十七天 所以如果我今天 小用同样的逻辑 要来算 他这个人的生日 而且要精确到 底下这边有去处 税 跟个月 几天的话 我希望出现到这里 该怎么做 OK 所以要把这个一整串 所以也是除了公式之外 还要再把公式里面 串一个完整的四串 那个叙述看到就是 他是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 这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 待会来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想想看 N这个地方该怎么带 其实 有点像VBA 反正一个变数 在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把公式带进 来 主要是透过那个DATIF 这个第一个DATIF函数 那我们是用相容模式 所以要自己打 特别是不要拼错 第二个是什么 如果算几岁 我们可以用Y 因为他一定是会算到月跟日 有没有满 如果没有满的剩下来的 那他就会把他用 再用什么YM 你可以取得剩下来的月 用MD去取得剩下来的日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出生到今天为止 所以特别是说 变成说你生日应该放前面 今天比较后面 你那个前面的出生日期跟today比 逗点先一个Y 再YM再MD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什么 用DATIF 精确的计算出这个员工的实际年龄 精确到天数 试一下 MD スープ スーパー